有请下一位做自我介绍 最近的图老师 各位企业家大家晚上好 很荣幸今天能够以这种特殊的方式 做云录制 也很感谢非你莫属的平台 和各位企业家给我这样一个 特殊还有意义的求职的机会 我叫许晨晨 男 26岁 然后是来自于安徽省 然后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 本科是电子信用工程 硕士的话是无线电物理专业 在本科期间的四年 我做过家教辅导班 还有联通以及美团的一些兼职 然后在本科毕业的2016年的时候 我也奖励了自己一辆车 那么在学习的方面 我在研究生阶段 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了论文两篇 其中SCR一篇 同时被邀请为IEXS审稿人审稿两篇 然后以第一作者申请发明专利四项 使用新型专利两项 计算机软注一篇 同时作为学费竞赛的负责人 我以队长的身份 获得了国家级奖项三项 省部级奖项十二项 同时在前天毕业的时候 被评选为优秀研究生 同时在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 被评为了优秀 好 我的自我介绍就到此结束 忍不住 忍不住要鼓掌架 谢谢 谢谢 学霸 您好 太棒了 第一棒说会读书的不一定会挣钱 会挣钱的不一定会读书 你是又能挣钱又能读书 你还让别人活不活 我想问一下 你之所以有这么强烈的这种挣钱的欲望 跟家庭条件有关系吗 家里面条件确实比较平准 因为首先第一个 我在我来自于安徽省私县 我们以前 今年我们已经出列了 今年我们已经摘帽了 我们以前是国家级贫困县 然后就是在大学阶段 我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 或者说是一个喜欢自立的人 所以在大学阶段 我就是靠着一些兼职 比如说带家教 大一的时候 我就已经带了七份家教 所以说这也是 就是说家庭的原因 肯定是占一部分的 但是我是很感谢我的父母的 因为我的父母给了我很多的机会 但是在其他的方面 也不会让我比别的小孩 少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是非常感谢我父母 这是 你这么多优点说都说不完 那干脆你按自己的PPT来说 好吧 好 谢谢曹老师 DAPT 我认为学生 其实我在本科毕业了以后 我认为其实学习知识 其实是最大的解禁 所以在研究生期间 我是现在是四项 就是申请发明专利是四项 实用心情是两项 计算机软住一篇 以第一作者的身份 是发表了论文两天 其中SCR论文 这篇就是说 这张截图的话 就是SCR的一篇论文 是我做的是 基于深度学习的一个目标检测 然后第三个 就是我选择了一个代表 放了一张 我互联网加大赛的 一个赢奖的照片 同时在硕士期间 获得了研究生一等奖学金 毕业的时候 也获得了一个研究生的称号 第二项PPT主要是我在读研究生之前 就是读研究生之前我做的一些事情 2012年到2016年 就是刚刚讲的记忆游身的 大一的时候 我是带着气氛家教 那个时候就是说 其实生活费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了 但是那个时候 自己心血 是一个热血青年 所以大一暑假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说 要感恩社会 要回报家乡 所以说大一暑假的时候 我毅然就是说决定 自己回老家办辅导班 然后回老家办到辅导班 就是第一张图 大家也能看到 我们农村人确实穿得很朴素 但如果图像放大的话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 每个孩子的脸上 都露出了非常开心的笑容 这其实我主要想做的 就是一个有意义的时间 那个时候 然后2016年到2018年 2016年这个时间节点 是我本科毕业的时候 等他毕业的时候 后来也是在我的辅导员 我的恩师廖老师 他的指引下 跟几个朋友 然后创办了 无辜轩运网络科技技研研公司 和安徽贝格生产力村技研研公司 前面这家公司 已经注销了 对 做的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后面这家公司 一直在运营 但运营的话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是全身心放在学校里面的 所以外面的 我就跟朋友的关系处理得很好 就是完整的退出来了 好 陈晨 我也还没讲完是吧 对 还有一张图片 老师 加快吧 好 我加快速度 2017年到2018年 是担任安徽师范大学 电子爱好者协会的指导教师 2017年到2020年 至三年期间 我一直是担任的 两个专业的辅导员 以及学院的学科竞赛的 相关工作 好 谢谢各位企业家 陈陈 我有个问题 看完以后 因为我觉得你的经历特别丰富 那你的经历是怎么做到的 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 能分享吗 时间管理专家 没有 没有 就讲一个我始假期间吧 始假期间就是说在这个竞赛 我会全部24个小时 在办公室准备好牙刷和牙膏 然后就是泡在实验室 如果自己实在是累了困了 这个时候 就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买了一张那个折叠床 会在办公室睡 好 全部好 全部好 就好 你停下 你停下 陈陈 你停下 我们一眼试一下 我每天都是这么睡的 大部分时候就这样 你睡在KTV吗 睡在他五彩斑蓝点枕头下 对 我们必须得给浩阳澄清一下 这个时候他在办公室 不是这样 就这么睡的 所以那个床正好跟我一样长 对 所以那个 我听到你说实验管理 我就 你知道吗 我为了节省时间 我早上练回了一项技能 是什么 一边给我头发吹风 一边刮胡子 我一开始这个手势不对的 你知道吗 但后来就越来越顺了 就可以一起做了 我至少节省了两分钟 所以刚才陈陈说 他的这个时间管理 我们都相信 为什么 你看三页PPT 前世今生 所有的东西 讲得面面俱到 他真的是一个 特别特别努力 然后抓住所有机会的人 这是我想问的 那个许陈陈 你想去哪些企业 一个是厉总这边 还有一个是杨总 所以我觉得你 如果要真的节约时间 应该把所有的时间 用在你要打的那个目标上 其实我知道会耽误大家时间 所以说我本身语速 就已经加快了 我语速大家应该能听出来 我是加快的 但是呢 就是说我还是就是说 想把我内心想讲的东西讲出来 我看他的应聘当中 因为他应聘的是助理 或者是讲师 然后其实听陈陈一直表达下来 我就特别着急 就是我觉得你是一个敢说的人 但是从敢说到会说 是一个讲师 必须具备的核心素质和要素 其实从你整个下来流程到现在 我没有抓住你的重点 我希望在后面 你可以在讲话的时候 抓重点 就像图雷老师给到你的建议 也是一样的 重点的企业是哪一家 然后重点的价值是什么 重点要表达的观点是什么 你的价值是什么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晨晨你要求的薪资是多少 8000 8000低了一点 你有地域限制吗 就是杭州 上海 北京 深圳 杭州为什么排第一呢 因为去过杭州很多次 然后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数字经济 发展得非常的好 我是这样认为的 好的 第一轮选资续火雷 还有七转 天生我也排 有什么才艺展示吗 就是我现在马上跟我的学生告别了 我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 借助这个机会 然后送给我学生三句话 各位同学 今天呢 我主要是借助这个平台 也借助这一个机会 然后跟大家见面 给大家送三句话 第一句话叫做 事虽难 做必成 路虽远 行必尽 第二句话是 做个好人 越努力 越幸运 最后一句话呢 是仰望星空 是动力 脚踏实地 是基础 20岁的你们 要心怀大志 做一个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中国好青年 和可特 谢谢班人 谢谢 陈陈你这个三碗鸡汤啊 真的是够浓啊 不过还挺好的啊 但我有一个 有仪式不明 向您请教啊 你有这么多武功 你有这么多能力 你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地 去做一个业务 然后要去做讲师 去做培训呢 就是说 你的出发点到底在哪里呢 您说的是非常对的 其实这个我也思考过 您说的是这个点子上 也是我在这个人生的拐点 然后一个重要的 一个选择的时候 所以前期我报了这个节目组 然后我也很荣幸 通过了 然后进来了 所以我报的岗位是总柱 就总柱 我希望在总柱的这个位置上 我能够在各个方面 能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和做人做事的道理 因为是这样的 你是一个 其实你是有一个专业技巧的人 刚才你说到降噪 其实我们就在做极致高清 这些东西我认为你都能去做 能做一个很好的销售 在业务端 会有一个很好的 未来的发展的空间 而且我就说实话 晨晨 我现在其实从你上台 我特别喜欢你 在你讲你的这个第一个PPT 讲你的专利的时候 我当然觉得 真的特别为你点赞 我就情不自信地给你鼓掌了 但我一往后面走 你知道吗 我就 我的心就觉得 你知道吗 你虽然跟浩阳说 你每天的时间管理 你跟他差不多一样 这个睡得很少 很拼 但你知道吗 你们俩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他很 他虽然说每天很忙 但他在为一件事情努力 就想把他自己当下的松水来做好 但你知道你是什么吗 你什么都想抓好 虽然每件事 你确实有一些成绩 但我觉得你现在 在这个年龄段 我觉得有点急 你可能是不是需要去 聚焦在一两件 你特别喜欢 特别擅长事情上去 对 不要听他们的晨晨 千万不要听他们的 他们根本不懂你 你知道吗 这是一块普遇 你不要说普遇上面 有一些石头都说普遇不好 那是不是你们看不到里边的遇 浩阳就是因为是一块普遇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在最合适的地方 让他变得更加发光 他做深度学习 怎么不适合我们呀 完美呀 那问题浩阳 浩阳 那个问题是他没想做这个 他不是想做 他想做的是总组和培训师 所以那个晨晨啊 我想跟你说几句 因为我的个人经历 是跟你非常非常像 我可能从一个普通家庭 考试到清华 我十年 你可能念完书买了车 我是博士毕业就买了房 其实是靠我中间 所有的打工赚出来 我念博士阶段 每天下午七点钟 我是到另外一家美国公司去 工作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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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